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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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陷阱的話呢 是用觀眾推薦的那個陷阱啦 不過這邊的話我們又被偷到喔 兩個寶箱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陷阱的防守的話 感覺不是那麼頂OK的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是怎麼被偷的 他這個陣型的話是比較偏向一個 就是狗仔的叫聲器啦 但是 可能是因為我的這個 該怎麼說 我的丁丁可能是比較少攻擊力的 所以搞不好就是沒有那麼像他那麼的厲害喔 因為我這邊只有118而已啦 所以才會可能扣的比較少這樣子 那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我覺得 我們這邊 寶庫放正中間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算是蠻危險的喔 不過這個讓狗仔往那邊跑的話 基本上 欸?! 他應該是用一個就是讓狗仔走很遠 然後讓別人覺得就是那邊可能沒有狗仔的那種戰法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不過很可惜的是我們這邊的話是直接就是 被發現寶箱是在正中間囉 所以如果這邊的話我們稍微把寶箱改到不是正中間的話 搞不好就有機會不會被偷掉 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的喔 因為這邊如果中間放的是另外一個假寶箱的話 我覺得搞不好的機會就蠻簡單的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陣型配置的還蠻美的啦 就是看有沒有 丁丁正在加上我們中間就是那個揚聲器 所以這個如果改一下我們寶箱位置的話 搞覺得應該會不錯一點點喔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人 就是日本仔 這邊的話感覺大家都應該都知道正中央有東西啦 所以都會去偷正中央 但是如果我們把寶箱真寶箱放在右上角或是哪邊的話 搞不好就還好喔 那右下角這邊會被看到 所以他這邊是直接掠過去了 他感覺那個不是真的 那左上角也有一寶箱啦 所以基本上大家這邊還是都是從貓神這邊過來喔 所以這邊的話就不一定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直接往上走了 所以他這邊邊邊角角都會看到欸 所以你可能有個地方的話 你可能要放別的那個我們那個寶庫會比較好一點點的感覺喔 這邊直接從這邊下來 然後也沒有把寶箱拿走欸 好啦 這邊我覺得放正中央可能太明顯 不然就是他的那個狗仔叫聲器的話 可能是比較高等的 所以他扣的血可能會比較多一點點喔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可能是因為我們陷阱呢 可能傷害不夠高 所以會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這邊就直接失敗了喔 不過我覺得這邊如果稍微把我們的寶箱的位置改變一個地方的話 應該會滿有機會的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的那個大怪貓體已經變成3206分了 我的天哪 有點太低的感覺了喔 這是完全被偷爆欸 而且我們的陷阱也沒有說 就是能夠幫我們防守太多分 然後最近偷切的寶箱的話也沒有說那麼的順利喔 所以真的是要找時間趕快來鍛鍊一下自己囉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那個的話我試一下應該會去調整一下我的寶箱的那個位置 我覺得改一個其他位置的話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讓別人就是更難去找到我們真正的寶箱啦 因為像我們那個狗仔包包 然後狗仔那個叫叫器把它包起來的話 大家可能就會覺得中間是有一個真寶箱那種感覺 就會比較明顯一點點喔 但目前來說的話我覺得這個的構想應該還算是滿OK的 OK 我們這邊又沒寶箱了 那我們最近基本上抽到我們兩隻還滿好用的貓貓啦 一個是我們變身一個是我們寶物的探測的 基本上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能不能順利的把我們寶箱給他偷滿滿囉 來看一下吧 好 日本城來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邊旁邊有一個大槌的話我大概應該就是我們的 左半部應該會有一個寶箱吧 或者是我們那個貓神那邊的時候會有一個寶箱 正中間應該是不會有的喔 那大槌的話基本上都是一種解法啦 就是你要 你要怎麼辦呢 你要逃開這樣子 哇 狗仔揚生器 這尷尬了 往下走 然後這邊我想想該怎麼辦喔 你速度夠快的話應該是可以 好 錯的 所以這邊是一個錯的 那應該是從另外一邊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一隻變裝的 所以應該是有機會 因為你讓那個錘子打你之後阿 你再下去然後變裝一下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好 叫 變裝 旁邊是狗仔 所以這個是真的 沒問題 然後我們看一下貓神那邊有沒有關喔 好 貓神那邊是關了 然後這邊好多狗仔 我的天 往上走好了 好 沒事 狗仔 欸 好險好險我們這邊是那個 好險他這邊 他狗仔先下去喔 如果那邊我們 我們再慢一點我們就要直接被那個狗仔抓走了 好險他剛好走下去然後我們被硬幣打所以還好 所以兩隻變裝貓貓的話真的是蠻OK的 真的是很厲害喔 因為你一隻變完之後你還有另外一隻可以變 所以他的那個容錯率就比較高一點點 而且加上我們這邊有兩個能夠探寶箱的就蠻OK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基本上有兩隻能夠變裝的話 真的是還蠻OK的啦 就可以直接知道寶箱的位置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做一波嘗試這樣過去打喔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 這邊的話是我們的刺刺陣 刺刺陣的話呢 那這邊的話 欸 看起來應該是比較偏下面喔 OK 這邊有一個 那我們就先去旁邊晃一晃喔 這邊就是我們大錘陣的話 你就先把我們的技能給他雷滿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哇 這麼快就直接來了喔 哇 我的天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這樣子然後開變裝下去 變裝一下 哈囉某頭 然後這邊電王 等待一下喔 那下面是什麼 嘿 珍寶箱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也有可能是 左右兩邊都有狗仔 所以可以看一下 不然我們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這邊是那個寶箱 所以還好 那上面應該是一隻狗仔喔 對 那個陷阱陣是兩隻狗仔放在一起 所以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所以有兩隻的那個變裝角色的話 你又可以知道那個就是寶箱的位置的話 基本上是還滿好拖的喔 所以之前的話我一直都是很期待 自己能夠抽到很多隻那個變裝角色 因為變裝貓貓就是讚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我們是在聯盟七喔 不是聯盟八喔 所以上去聯盟八之後呢又不一樣的感覺喔 目前來說我覺得聯盟七 我們真的是待了有點長一段時間啦 因為都在測試我們的陷阱啦 所以會比較尷尬一點點喔 不過我覺得 目前來說先把陷阱測試好之後呢 然後再來分享一下應該會不錯喔 好 那這個很有可能就是比較 邊邊陣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走邊邊就好了 這邊應該是右半部的地區 會有我們的陷阱的感覺 所以搞不好有可能是我們的罐頭陣 或是冰塊陣之類的 罐頭冰塊陣 對 沒錯就是罐頭冰塊陣 然後這邊上海再上去 這邊 然後往右邊走 這邊應該寶箱 我猜應該是第三個吧 這個 錯了 錯了的話呢 那大概就是我想一下喔 這個的話應該最好的方法就是 該怎麼說呢 你們這可以直接 那個 該怎麼說 過去 然後開一下那個 變裝 這樣就不會吃到太多罐頭的傷害 我猜應該不是正中間啦 應該不是正中間 變裝 應該是最上面 好不好 就看一下我們運氣了 應該是最上面 就是你了 錯了 OMG 那就猜錯啦 那就死定阿 各位 GG史密達好不好 那上面的話 有可能應該是我們的冰塊吧 我覺得 GG就是正中間阿 果然是冰塊陣啦 這就回到我們之前的那個罐頭陣了 GG 這場輸掉了 因為我們猜錯了 所以 在高等的地區的話 基本上你猜錯兩個的話 你應該就沒什麼太大的機會了 所以這邊 也是一個蠻可惜的耶 因為 這邊我們算是都突破了 你看兩隻變裝冒冒的話 這真的很棒喔 你可以就是 嘗試很多的不同的那個打法 所以再來就是你要拆寶箱了 所以拼粉絲城 好看一下 我們哲平粉絲城 有多麼的厲害喔 那邊是我們紅外線狗仔喔 那應該也是偏比較下面的 那大家都可以通常就是看一下哪些陷阱 覺得那邊基本上都會有我們的那個 就是珍寶箱的地方 你就可以往那邊去走 我們先把我們這個 SP雷滿一點點 好耶 有一個寶箱 紅外線狗仔 在下面 上面 居然 喔 重兵防守呢 哇我的天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派這隻去開一下那個門好了 就派一隻就是比較 兩個都在這裡耶 居然 那就是要釣人過去那個下面那邊的地方的耶 就是他們要釣人過去那邊 也是一個陰險狡詐好不好 不愧是哲平的粉絲 陰險狡詐 沒問題 好這邊的話基本上的話呢 因為我們已經先派一隻很快速的直接去 偷到中間下面的地方啦 所以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這邊的話給大家一個 好觀念喔 不管路途帶遙遠對不對 你都要去走一些就是你已經開闊的一個道路 像我們這條道路上面完全都是沒有陷阱的 所以盡可能就是 當然是走這條出去就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而且我們幹競子也是反而充裕的 沒問題 偷成功啦 哲平粉絲成 感謝你的貢獻 趕快偷竊 趕快把我們分數偷回來喔 不然到時候測試陷阱要被測試到爆炸了 很慘喔 好來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完整的抽到我們四個寶箱喔 我們很久沒有偷完我們四個寶箱喔 這是小狼歪歪城 目前來說的話看到那邊是有一隻狗仔的 所以我們也是可以利用這個方法來 趕快把我們這些東西都 把我們SP都雷滿喔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狗仔 這邊沒東西 下面有隻狗仔 往右邊走 誒 誒 誒 這很厲害欸 這真的很厲害欸 這是 這真的很厲害欸 不是我在講 這個 這個很神欸 哇塞 我的天 這個尷尬了 我的天 哇靠 他三隻狗仔都放這裡是不是 那我們要吃一下變裝了 哇靠 還有這一招是不是 好厲害喔 哇 我的天 好痛喔 我想說怎麼莫名其妙發生什麼事情了 結果居然是這樣子 哇就是錯的 哇這真的是很厲害欸 剛好下去往旁邊走直接GG 而且剛好就是 那個一起的好不好 欸這個是 金幣大陣欸 我的天 直接被金幣打到頭爆開欸 這好猛喔 全部都是金幣欸 結果上面而已啊 哇 這完全就是我自己活該你知道嗎 完全猜錯一個地方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最後一場 能不能再順利的拿到一個寶箱 滴滴一二三層喔 來看一下喔 剛剛那一場真的是蠻 蠻可憐的啦 沒關係我們就繼續來喔 那邊有一個蘋果樹 我覺得有可能是蘋果樹 圍著這陣型喔 也是有可能 那這邊也是狗仔的話 我們就先來狗仔這邊看 蘋果樹然後看一下有沒有 有一隻狗仔過來了 就是蘋果樹 那下面的話應該有東西喔 錯的 然後 看一下我們先開一個寶物 寶物雷達的 看一下寶物雷達 他應該就是包覆了蘋果陣啊 然後蘋果的話基本上 你就是走過的蘋果樹的話 都不要再走了 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不然 你會吃到很痛的傷害喔 這邊下面有一個 好一個蘋果 一個蘋果 好就是這個了 然後 再來就是往右邊走啦 因為上面的話 已經是變成兩個蘋果了 所以 你要去算一下 你有哪些是你已經走過 然後哪些是你沒有走過的喔 就是會比較 好一點點 那他這邊是把三個寶箱都放這裡 哇他蘋果有個痛的欸 我的天 他蘋果33多欸 66666喔 這被打到兩下應該會直接爆開喔 會直接爆開喔 WOW NICE 還直接偷到我們超級陷阱寶箱喔 WOW NICE 太好啦 那今天的話收穫還不錯欸 說真的 我們就來把這個陷阱寶箱給他開一下喔 不然到時候被別人偷掉就 就尷尬了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覺得 我們拿到兩隻變裝冒冒 再加上兩個看寶庫的話 基本上 對我們偷竊來說的話 真的是 就是 可以做很多事情喔 就是能夠占很大的上風啦 就是如果大家有 就是抽到我們這幾隻貓貓的話 都可以來試一下喔 我覺得會不錯一點點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先掛到這個畫面了 因為待會的話 我們就趕快來把這個超級陷阱寶箱給他打開囉 好 那我們今天晚上這邊啦 覺得哲平今天偷的還不錯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平常到10點鐘 我10點跟晚上5點半 跟晚上7點 跟晚上10點鐘點點鐘 打開來看一下啦 那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